你好,中美争霸第3节 我们在这一节开始读留言 首先我们看19A Chasun Lam 林先生就说 听你节目学到很多知识 多谢你先 阿蘇都经常留言 他说台主 我也想补充一些东西 委内瑞拉是南美洲联盟之一 如果武力解决 委内瑞拉 即是美国 会同时受到南联盟十一个国家指责 会在国际舞台里面 名誉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美国和委内瑞拉 由来依旧 口水战的经济制裁 都不会打的 多谢阿蘇的 补充 因为我也很认同他 因为美国有些人是有良心的 虽然美国有良心的人不多 但是他看到 喂 如果在西半球 砍油 其实美国人就开始 好觉的了 你在我旁边砍油 会不会有难民杀过来的 这样 他看到如果整个南美洲国家 谴责美国 那美国人都会带 这样的 所以美国不敢对委内瑞拉做得太差 太贱了 相反 美国共和两党 长期满黑敘利亚 美国人根本就好像 都支持政府侵略敘利亚 这样的 其实美国人的良心是讲地域的 如果美国政府欺欺中东国家 那他其实没什么良心 他都觉得可能政府做得对 如果美国政府欺欺南美国家 做得多 那他们可能都会觉得 啊 真的 你这样也不对 真的会不见选票 那 就 爱港爱国 他就说 美国孤立 绝不光荣 很认识 英国都 这次脱欧都搞到全身屎了 英国佬已经是无牙老虎 要对付一个如虎天翼的中国 不自量力 跟着水上之言覆他 中国国力说 还未能完全搞定美国 这个我都很认同的 因为 美国我想烂肠都有三分钉 但是你说搞到中国 真的不是很聚裁呢 是可以的 相信六月那场贸易战可能会 爆的可能性很高 因为 你要别人放弃2025 你要别人 只是买一些贵的液化天然气 就不要一些便宜的东西 你要继续跟随你去制裁俄罗斯 伊朗 中国怎么会听你说呢 就是根本就 没有可能的 现在就更加有一个锅下去 如果要打贸易战 中国人民有些损伤 或者有些不方便 就说你特朗普衰格 都可以 加大宣传 中宣部 说你特朗普人家人家人家 人民就会明白的 所以中国人民很容易收货 在这方面 因为特朗普真是出名价格 名字太臭了 谈不成的话 中国不会民怨四喜 谈不成 特朗普 中国全力打你的农产品 打到你 价格人家产 美国的选民就很快有反应 11月就会价格 Sumi Ram 都经常留言 他就说 美国在港培养亲美反华势力 网图令香港变成利比亚、敘利亚、乌克兰和伊拉克 网图啦 但是暂时还没得住 美国二十年来 明暗都培育反对派 培养反华势力 争夺香港话语权 网图利用泛民摧毁中国 Pivera 他就说 美国就是利用梁天琦这些仆街 和支持梁天琦那些全家产 就是泛民妖言惑众 洗脑 废青搞乱香港青年人的心 想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其心可诛 梁天琦煽惑暴动不醉成 真是无天理 英国议员为梁天琦寫求成 真是 互狗互道出面 说起英国啊 这位网友 就生气的 骂了梁天琦 骂了英国议员 那也是活着的 英国的议员 做犹太狗 是吧 那告不入呢 我就跟1029解释 那就是 因为呢 梁天琦呢 在那时候呢 是没有人认识的 那所以呢 他不是咪手 他没有用咪叫人放火 那就告不入 煽惑暴动 那有时候 那些法律的 准则很严格 那都无可理何 煽动暴动罪不成呢 是法官呢 被 指引陪審团 就说 当时呢 梁天琦意图 和煽动暴动 未必有关 那才可以黑身 如果地院審完 他未必走得一 就是说呢 如果呢 是上诉呢 是好机会 告得入的 因为其实 梁天琦这件案 都挺 挺抵死的了 是因为 就是有人呢 拿个相机 骗些 陪審完 那所以 其实这个 都可能是有影响的 所以梁天琦 很多罪都不入 但是其实 他是一个 以选举人身份 去带头 他的而且 是一个带头的作用 那他煽惑罪 其实 仍然是有爭的空间 那所以 不用那么失望的 我们等他 扑街啦 那第19b呢 蕭蕭英 阿英呢 就留言 就说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必定要懂历史来龙去蜜 否则呢 只是一名政治投机者 立会内呢 不论泛民和保皇呢 都有份疑 就是他觉得呢 都 立法会里面的人 挺没了下的 跟着他说 我批呢 无量 黄皮白心的成年人 吸年轻人 踢了呢 民主迷幻 若后呢 被黄皮白心的牧师 放上民主神坛 上腾云架务 与羊怒共舞 搞到香港人人心不灵 亡言过日 只打飞机 涂逃避会天 令人烦扰的政治新闻 虚子 虚子是在罵现在的泛民 然后呢 虚子也赞了 本力是一个有质素的炮台 CKS就说 本力也是我们的这个台 就是打港独平台 遗憾香港的大部分年青人都支持港独 所以 希望更多网友来这里支持一下 在两制问题下原则性是政治取态 宗主国是可以立场表态的 但是民间层面上只怕是有一场民族情绪过激引致偏妥 接着他说有理有折的交流还是好的 乔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大家应该在一国两制中香港给不同立场说话是合理的 但是民间有很多人都在煽动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的矛盾 所以就不太妥了 大家交流一下应该的 多谢阿休先 可能读错你了你不要介意 香港市场层七了 英国只有分裂一套 OK 苏苏有留言 苏苏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都在这里叫民主自决 民主的内容任由个人喜好去自由决定 这是一种宣传 是挑战现在的政权 任何一个国家及地方存在本身的问题 推翻了政权代表解决了问题吗 只搞乱的地方 当然因为政府自然不能够不做他应有的维护 煽动者破坏治安 赖责任在现今政府上制造时端 这是利用一般简单思考不满现有政府的处理手法 加上单一宣传 那些人呢 擠押人呢 就不去 深层理解问题所在 及解决的方法 一味吵到 烦到你头晕 现在的传媒的意思是这样的 让你不能够有正确思考内容的分析能力 这一套几年前事态发生着 都意会理解到到时我都没有手机看资料 那苏苏智思就是说 现在香港很多传媒 真的不断扔一些垃圾讯息 其实是在扰乱人的 接着呢 阿钟呢 他就留言 就说台湾搞独立几十年都读不了了 香港贫甚么 别做梦 弯弯李就说了 台湾搞了几十年独立吗 你的认知从哪里来呢 两奖年代他搞的是统一 台湾是那 只有那些 偽施业总 业促在搞去奖去中 台独 如果去意思就是说 李登辉 我这样由97年废省开始计 台湾搞台独 基本上 台独囂张的年代是应该由97年 废省令到宋楚瑜 不能继续省长开始计 所以 97年到现在 是21年左右 台湾搞了 还没算几十年 21年 至于呢 香港也只有部分 港英元业 例如香港电台 香港大学等 联同本地的艺劳搞港独 要分清楚 我想李登辉早期都不是搞台独的 是因为台海那场战争 22年前 台海那场不是战争 台海那场就是中国 因为中华民国要直选总统 就碰到导弹去恐吓台湾 谁知就被美国 就被美国 就被美国吓走了 解放军 那次的而且 中国是秦的 因为武力上真的不够美国 在1996年的时候 所以呢 台独的势力 由96年开始就囂张了 囂张了22年 觉得中国都不够打 美国够保护 所以就在疯狂搞寒独 但是去到现在的形势 已经是不同了 可以说中国的力量 将你这些邦交国叫起了 将会 我想未来几年都叫走多四五六个 所以真的 台独越来越好似 没得搞 究竟有没有力量 可以在菲律宾 帮助中国之下 中国的军队可以 围着台湾南部 妖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都可以打赢中国 我想都挺难下的 所以独立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苏苏就说 香港用什么去跟中国打呢 美国就日日向中国 真枪实战 在南海撩打 中国引让台湾香港独立 美国会放去南海区吗 中国退让就美国那么进一步 所以 台湾香港是中国战略的门口位置 苏苏就是意思说 中国不会让的了 让香港台湾的话 更加越来越没有 更加不让得 远步不让的 然后苏苏就说 他就说很久没有留言了 所以就 两个星期后回来留言 支持一下 我也很感谢他 那么 Johnny真就说 考虑用香港力量 不要要本土 四个字做招牌 避免误会 说拉你下水 说你制造混乱 Johnny真一片好心 不过呢 我也会觉得 我们是追求香港 香港人整体的利益 追求最大的利益 这个真的是本土 本土不可以被污名为一个 变成了一个暴动 暴乱 他们做是他们的事 但是事实上 我们现在在思想斗争的里面来说 我们 的确实是香港 本地出身的香港人 我们说的声音 是出于正直的声音 所以我们都不介意 保持着本土这个招牌 然后 Sumi就说 我众人皆碎你独醒 眼光独到分声精辟 你的观点我认同 多谢你先 然后呢 王先生也有一个留言补充 他就说 西藏在59年CIA 是有通过印度的边境 提供一些武器给达赖 他们批人的 提供武器 特攻入藏 支持达赖 沙玛里的藏军 发动叛乱 和中共对决 那就是59年呢 不是在外面 我们香港接收的信息 就是中共单方面 撕毁 入藏几十条 就是那些一国两制的那些 那些条文了 而是 西藏有军队 有一些西方的武器 有人提供了他 只不过 那些藏军不够 解放军打 就逃亡了 解放军击败了藏军之后 进驻西藏全境 运动 然后呢 走上前台 更温队 正面呢 向西藏推进边境的控制线 中印谈判不果 毛泽东呢 趁美苏股间危机 在六二年呢 就东西两线全面 打败了印度军队 巩固西藏控制至今 这个 王生的说法呢 都是一个大家的参考 那因为西藏呢 藏人 是有武器的可能性 我觉得都真的很高的 印度其实他们都想方法 想撕碎了 因为中国国防来说 没有了西藏 其实是很大件事 这个都是事实 我回答他 西藏当年是有西方的武器 正如几年前 南苏丹的西方武器 从来都没有民主自决的了 只有武装自决 要用枪炮 就没有什么叫做 谁欺负谁的了 就是大家拼命了 对不对 王生就回答我了 何生 那些泛民说 你这样为中国大陆平反六四 是收到中国 中共钱做事 这样支联会 他经常说六四屠城 是不是收了中共对家钱 年年做事 学联不出席 是没有收着数呢 那王生就说 那你们现在这样 泛民抹黑中共 那是不是收了 中共的对家钱呢 不出奇哦 肥佬黎真的摆明 那些线在美国那里来的 肥佬黎就是资助支联会 那王生就说 美国佬就是打不赢中国 才请那些汉奸走狗去搞中国 或者 反正 反正死的都是死你们这些黑衣 是不是 说得很好 有什么事情 泛民走不撤的 就是被人拘捕 然后Maria说 何志平的案子 是很多香港名嘴很开心的 罪名也是很funky 就是用美元去做贪污 deal 那如果用人民币或黄金呢 接着阿罗就回答 是不是算贪污啊 只是两个国家法律决定的事 正常第三个根本没权插手 就是说呢 其实 中国一些捐资方法 去搞慈善都可以的 何志平的案子 那我不重复说 何志平的案子 不过我觉得 当 支联会在游行猛说 替刘霞平反 那我就反过来问 为什么你们不替 何志平平反呢 美国拘捕了何志平的嘛 你支联会 为什么不追究 美国啊 拘捕人啊 都是暴政的嘛 你支联会反暴政的嘛 为什么不去反啊 何志平啊 一件案子啊 美国佬这样做坏事啊 你只是说刘霞 为什么不说刘霞啊 老公 刘晓波说 六四天安门广场没有屠城啊 你这帮扑街真是死了 拜拜 好 暂停先啊 你死了 Ah 他受了一遣子 你死了 他出来的 导臨 你死了 你死了